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吧 啾啾 太好了 啾啾的实力再强一点 就能直接对抗薛神镜高手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一大助力 我也想变强 真羡慕啾啾啊 擒风突破 现在啾啾也提升了实力 却无一人伤亡 这场仗 打得直 实际上 刚跟我差点就死在了幻僧当中 什么呢 受死 什么 别再白费力气了 清风 我已经在你的体内重生 如今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 你也重生了 我 是不可能的 接受现实吧 之前你太弱 我只能被迫沉睡 现在你吸收了血蕊冰金花 才终于唤醒了我 虽然你如今的力量不足以让我完全复活 但我有的是耐心 你成为第一强者之日 就是我敬天妖皇 出世之时 到那时 我将重新代理妖族 打凭人间 哈哈哈哈哈哈 再要跟着 今天妖皇的事 现在说出来 只能引起恐慌 还是先打下神海王朝再说吧 在鬼眼的带领下 清风率领众人攻向神海王朝 通吧 大秦王朝的人打进来了 快逃啊 为了圣座等强者的神海王朝不堪一击 很快清风就拿下了皇城 神海王朝的官员全都绑起来了 是的 风少 这期间无一人敢反抗 他 神海王朝的天才地宝 尽归秦风所有 云金轻便坚韧 可是对付妖魔的戾气 带走 墨铁淬炼后打造的神兵戾气也不错 而且材质罕见 也带走 哈哈哈哈 带走带走 好东西通通都带走 除此之外 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风少 感谢风少推翻神海王朝 解救了这些受压迫的妖族姐妹 她们无处可去 又感激风少的搭救 都想跟着风少您 那就带她们一起回大秦吧 财庄 以后就由你和帝母一起管理她们 是 多谢风少给了她们去处 三日后 秦风大劫回朝 大秦皇帝亲自迎接 秦风 你小子终于回来了 此次我信不如使命 彻底推翻神海王朝 为大秦扫除隐患 好 你可是大秦的功臣 朕特意为你准备了盛大的庆功宴 年会上在论功行赏 不必了 比起庆祝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如今净天妖皇和我共生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霸占我的身体 实在不是庆祝的时候 上辈子 静天妖皇可谓是人族最大的强敌 他带领妖族肆虐人间 杀灭人族强者 为了他惨死 那是我重生后 最不想回忆 却也无法忘掉的阴影 静天妖皇不能再苏醒了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自三修为 让今天妖皇重新陷入沉睡 风圣 有大事发生 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慢慢说 风圣 上次您帮我提升修为后 我就已经击生妖族强者之恋 对于我们妖族 实力越强 对其他大妖的气息也就越敏感 没错 未经许多 premi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